好 这全球对节能环保重视 建材也吹起了环保风 还要结合建筑美学 除了传统烤漆版 不锈钢板等常见的金属建材 国外还研发了一种新材料 氧化铝合金板 可以适用3D曲面造型 而且通过欧盟认证 因此台湾钢铁大厂特别导入台湾 提供建筑设计 多了一个新选择 台湾建筑吹起了美学风 还搭上绿建材趋势 钢铁大厂采用氧化铝合金的绿建材 打造厂办成为屏东新地标 根据资料显示 全球绿建筑材料市场 预估2020年达2550亿美元 复合成长率约12% 在欧美国家许多银行饭店 甚至亚洲部分国家的车站 厂房及公共建设 都能看到相关应用 台湾的建筑美学 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 氧化铝合金的话 它最大的特色 它可以搭配业主的需求 去客制化 比如说你想要做食材的纹路 或是说木材的纹路 又符合环保标准 在台湾较普遍的金属建材 为传统烤漆版 也就是常见的铁皮屋 其次为不锈钢钢板 以及价位较高的氧化铝合金板 传统烤漆版与不锈钢钢板 因受限于材质 造型及工法较单一 前者使用年限约十年内 后者约二十年内 色彩也会随着时间褪色 相对来说 氧化铝合金板能适用于 3D多曲度造型 耐后性达40年 因颜色金特殊光学烤漆处理 不易褪色 纹路多元 并通过欧盟11项协会标章认证 目前台湾的产业的话 如果大家这个技术 这个可能五年十年 可能都还没办法 可以来提升我们台湾的建筑美学 还有那个环保科技的一些需求 然后引领我们台湾的一些产业 可以也一直来提升我们的环保建材 业者表示铝合金在生产过程中 因每项金属元素融点都不一样 稳定度及相关技术有一定门槛 希望借由导入国外研发的新材料 帮助台湾建筑设计 也引领台湾钢铁业 加速创造MIT的环保建材 新唐人亚太电视叶喜红李津津 台湾屏东报导 那一样都是非常的美观